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弟弟,我们今天来看一部英国犯罪电影《我们这种叛徒》,佩里是牛津大学的一名教授,一次佩里和老婆在安提瓜岛上度假时,偶然结识了俄国富豪迪玛,迪玛拥有对数字过目不忘的本领,看一眼银行卡就可以记住上面的账号,他邀请佩里去参加自己的派对,佩里在派对上撞见一个花绑子的男人耍流氓,于是见义勇为,却差一点被揍, 幸好迪玛及时赶来阻止了大花榜,迪玛告诉他那人是黑社会,会抹脖子杀人那种,佩里听完一阵后怕,但迪玛相信就算佩里害怕,也依旧会见义勇为的,就这样佩里和迪玛的人生轨迹有了交集,谁料迪玛竟是俄国犯罪组织黑手党的洗钱专家,组织内部斗争的残酷令迪玛萌生去意,而身边的人全是上头派来监视他的人,所以他希望佩里能够帮他,向英国情报部门传达 寻求政治庇佑的请求,并告诉英方他们中间出了叛徒,佩里一听犯了难不想答应,这可是和政治相关的呀,迪玛用一对父母被黑手党裁害的双胞胎软磨硬泡,最终佩里心生同情,答应了。 回国后,佩里立马将迪玛给他的U盘转交给警方,警方海科特接受到消息后开始着手调查,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他们发现,海科特的前上司奥布里正在为黑手党做事,海科特和奥布里有过节,所以海科特迫不及待地要抓住他的把柄,但是新上司为了海科特的人生安全,劝他不要管这件事。 海科特不仅没听,还利用佩里去和迪玛谈协议,此时迪玛正在法国巴黎参加一个洗钱大会,佩里便和妻子前往法国和他碰面。 果然,迪玛的身边全是监视的人,几人凭借优秀的演技假装偶遇,迪玛约佩里去体育馆打网球,然后趁机和海科特进行了短暂的见面,并交给他一份名单,可是迪玛留了一手没给他们犯罪的证据,想要得到证据,他们必须帮迪玛的家人脱身才行。 海科特向他们坦白,这次行动并没有获得批准,所以他们帮不了迪玛,可是善良如佩里,怎么可能眼睁睁丢下迪玛的家人不管呢? 他们用集装箱接走了被监视的迪玛家人,而迪玛在洗钱大会上运用自己过目不忘的本领,记住了那些洗钱账号。 可是迪玛身边的监视者太多了,他完全找不到时间脱身,刑局之下,佩里亲自去找迪玛才帮他脱身。 好不容易,一家人去到机场就要飞了,海科特却接到命令,说内务证不接受迪玛一家,他们只好先将迪玛一家藏起来。 在那里,迪玛拥有了短暂的天伦之乐,黑手党也在全力寻找迪玛一家,很快他们的藏身之所就来了三个不速之客,他们干掉两个,还剩下一个大花宝。 为了救迪玛,佩里生平第一次开了枪打死人,迪玛为了家人的安危,决定飞去和英情暴处协作。 谁知直升机直接在佩里面前坠落,而远处的黑手党正在举杯庆贺,他们最终还是没有斗过黑手党。 最后,佩里将迪玛的遗物一把枪交给了海科特,海科特在枪上发现了一个字条,上面是迪玛写下的犯罪名单和黑钱账号。 最终正义没有被邪恶所打败,而电影告诉我们,虽然世界上有很多黑暗处,却也有很多人正在努力打破黑暗。 那些深陷泥潭的人不必惊恐,不必绝望,因为世界属于正义的一方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喜欢就关注我吧,咱们下期见。